刘禅到底是不是真的傻呢 刘备真的选错了接班人吗 赞成的人一直都以三国演义中刘禅的表现作为证据 尤其是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也来回应 但是也有少部分理智的人认为 刘禅应该肯定不傻 刘备何许人也 刘备白帝成向诸葛亮脱估的事情 在三国志中有记载 君才是被曹丕 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 若似子可辅 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由此可见 其实刘备对刘禅应该是非常认可的 而且刘备也不止刘禅一个独生子 还有刘里和刘勇两个亲生儿子 而且为了让刘禅顺利继位 还不惜设计 害死了杨子刘峰 在刘备称帝后 刘禅尽为皇太子 为了让刘禅见多识广 掌握治国本领 刘备让其多学 申子 韩非子 管子 六涛等书 并由诸葛亮亲自抄写这些书 让他学习 又令其拜一集为师学习 左传 不仅如此 还令其学武 环宇记有记载 摄山 在成都县北十五里 刘主禅学社于此 刘禅和诸葛亮 真的是亲密无间吗 以小编看来 刘禅和诸葛亮的关系 与汉轩帝和霍光的关系 应该差不多 但是因为刘备的那句遗言 刘禅根本不敢动诸葛亮 即便诸葛亮没有篡位之心 也可以随时让刘离或者刘勇继位 这就是刘备让他俩兄弟 拜诸葛亮为干爹的原因 诸葛亮在世之时 刘禅在地位上坐得战战兢兢 直到诸葛亮死后 刘禅才执掌大权 刘禅究竟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此时才能看得出来 249年 曹魏太傅司马懿发动政变 夏侯坝被迫前来投奔蜀汉 但因为不认识蜀中道路而迷路 因为山路难行 夏侯坝下马不行 走破了脚也还是找不着路 刘禅得知后 立即派人前往接应 刘禅见到夏侯坝后 安慰他说 你的父亲是在战场上战死的 不是我的仙人手刃的 刘禅又指着自己的儿子说 这是夏侯家的外甥 于是拜夏侯坝为车骑将军 这一招玩得可是狠 既给了夏侯坝面子 也给了蜀汉重臣原因 可是刘禅的儿子 怎么和曹魏重臣夏侯家族有关系了呢 刘备和曹操不是死对头吗 怎么成了庆家了 刘禅有过两任皇后 都是张氏 也就是张妃的女儿 张妃的老婆是夏侯氏 乃是夏侯渊的侄女 夏侯坝的从妹 按理说夏侯氏和张妃 应该产生不了关系 但是这个小妹妹 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出城石柴时 被张妃所得 并成为其妻 张妃这是赤裸裸的 直接强强女人做老婆 其实这也就能理解 为何刘禅会投降的 那么干脆了 第一是蜀国经过诸葛亮 和姜维的折腾 早已疲惫不堪 再坚持打下去 蜀国也撑不住了 又何必呢 第二按照当时曹家和夏侯家的关系 其实刘禅和曹毛 曹焕都算是亲戚关系了 所以刘禅投降起来毫无压力 但是刘禅没想到 自家的这亲戚也不给力 朝中大权 被司马家掌握得死死的 没办法 只能装傻了 比起后来东吴的投降君王来看 刘禅的结局 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被封为安乐县工 在洛阳安乐的度过余生 据说后来匈奴人刘渊起誓的时候 还是用的刘禅的名头 并追视刘禅为孝怀皇帝